嗨,各位疯狂华尔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22号盘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五呢,整个市场呢出现了强劲的上涨 纳斯达克呢,我曾经说过大概在5050点附近有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最高呢来到5042.14 最终呢收在5026.42 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呢也大幅的一个攀升 整个成交量也非常大 当然上周五是Triple Witching 就是三重齐全魔法日 整个的齐全呢很多都到期了 所以这个成交量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就是正常吧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和杰老师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美股走势 周一美股受到中国股市和欧洲股市双重冲告的刺激 高开高收 周二美股则是低开低走 经济数据不佳 同时市场担心美联储的会议结果 周三 美联储主席耶伦是大玩文字游戏 虽然耐心一词被去除 他仍是表示不急于加息 股市随即大反转 道指在20分钟之内暴涨了300点 美元终于出现了回调 但是好景不长 投资人在周四纷纷是获利回吐 美元再次强劲的反弹 美股收低 本周的美股行情跌宕起伏 但是总体来看 三大股指都有较大的涨幅 代表小盘股的罗素2000指数也涨幅明显 焦点回到今天的股市 周五美股涨势强劲 道指在盘中的涨幅超过了200点 板块方面 走强的板块是消费者非必需品 消费者必需品 能源和科技板块 走落的板块是医药 工业原材料和公共事业板块 其中能源股受到油价上涨的原因 领涨大盘 值得注意的是 生物医药板块的ETF交易代码为IBB 在本周的涨幅达到了6% 今天是高开低走 我们昨天报道的生物医药公司 Belgian交易代码为BIIB 今天是继续上涨了9.35% 我们在关注几家该板块的公司 其中REGN 以及治疗癌症的CELG 还有GILD 在生物板块当中都表现不错 大家好 在美股周五的盘时当中 我们看到了个指数高开高走上涨缩盘 市场正如欲欺欺的那样 短暂的获利回夺后 便恢复了上行的步伐 继续向上的推动 标普和道指距离各自的新高 更加的接近了 纳指顺利的突破前期的高点 创出了新高 并在突破点位的上方 进行这个高位的盘整 看得出 对5000点的再次突破是充满信心的 短线上各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超满 但是有的上涨趋势作为后盾 相信超满的节奏会被及时的在盘中加以修正 同时小盘股指数也顺利的出现拉升突破的行情 有支撑无阻力的行情再次的被启动了 对于下周的盘时来说 我个人依旧持有乐观的态度 逢低便是满 介入右侧股为首选 继续看涨美股市场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指数 纳斯达克来到5042点走出一个十字星的走势 而周五的话应该是一个跳空的行情 因为在周四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收在4992.38 而开盘价是5033.47 所以这个缺口呢 我们今后呢一定会补的 另外呢我也在图中跟大家讲到这个RSI指标呢 显得比较背离 显得比较背离哈 呃这个大家可以看图一的话 纳斯达克来到5042点的话 来到5050点的话 呃这个压力点是非常明显 呃然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突破 能够突破这个缺口呢 我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呃情况来呃验证 我个人觉得当市场啊 很多朋友说 哎窩人三月份并不如啊 并不如你说的啊 会见红 反而是我们创出了一个新的高点 因为三月初的一个高点是508.57 好 那么你怎么看 我觉得上周的美联储的会议结果呢 使得投资人相信美联储是在呵护投资人的 所以这个美联储官员Fisher啊 说这个trader越来越lazy 因为他们不不考虑啊 不考虑这个市场的风险啊 而更多的可能是啊 依赖这个美联储不断的进行呃货币啊 或者说进行新的量化宽松啊 那么这个的话也非常值得注意 那么呃我们还有一周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拭目以待 等到月底呢 再说结论啊 但是呢有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从这个图一来看 我们来到一个纳斯达克呢 来到一个呃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力点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P500 它的走势呢 比纳斯达克要弱 因为现在美元的强势呢 使得投资人相信啊 小公司 像Russo 2000的公司 呃他们的表现 甚至纳斯达克的表现 他们受到汇率的影响 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还有这个Biotech 那么相对来讲 一些大公司 像这个Philip Morris这种公司 它甚至99%的业务全在海外的 所以这些公司受冲击是非常严刺 呃非常呃大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Tiffany的话 业绩爆出来 依然受到非常大的这个汇率的影响啊 呃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这个S&P500 现在来到2119.59 这是三月的高点 还是比较弱的一点 相对于纳斯达克 呃道琼指数 第三张图 18,288.63 是三月的高点 道琼指数 依然受到啊 这个刚才我讲的 这个美元的强劲的影响 所以它的表现比 纳斯达克和Rosso 2000 弱 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是 啊 生化股 是泡沫 还是机会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生化股在呃 呃周五的受到呃Biogen BIIB 他们在一个老年 痴呆症这个药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呃 就是说结果 那么这个医药的结果的显示呢 呃就是 它非常可能的成为一个Block Buster的一个药 但是这个药正式上市呢 可能在2018年啊 2018年 所以请各位啊 观众朋友注意 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病困扰的 或者说啊 就是说有有有 我我我感觉大家一定要支撑到2018年等待新药的来临 但是具体的具体的这个呃要会有什么结果啊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这个消息呢 刺激了这个IBB呢 出现了一个大涨的一个行情大涨的行情 但是IBB冲高到3374点呢 出现开在最高点以后呢 逐渐回落 获利回吐 那么这张图显示呢 这个IBB呢 break out 所以上周呢 我非常抱歉 本呃 应该说有一个失误 就是我画的图可能不是很标准 而现在呢 这个点位呢 我个人感觉哈 我们可能会有回调的风险 包括呃 金核马也说这个 IBB 整个的Biotech来到一个 实质路口 我们也有非常多的数据 下面呢 是一个 一模一样的股票 就是Biotech Indies 这个纳斯达克的 他组成有150个股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走势和这个IBB是一样 IBB是ETF 他是可以投资到 这150家公司里面去的 好 所以啊 请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下面呢 呃 就是在呃 Zero Hedge里面的文章 啊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啊 显示这个 整个的生物科技类板块呢 是比较 泡沫比较严重的 啊 他说呢 这个苹果 以及这个Biotech 是推动这个纳斯达克 过5000的一个重要原因 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纳斯达克在周五的时候呢 是受到了这个Biotech的影响 的是跳空高开 啊 那么下面呢 就是他讲了一些数据的 非常值得我们来 啊 分析一下 就是150家公司里面呢 41家公司有盈利的 整个的呃 净利润呢 是达到了是低于这个310亿美金 这是非常少的一个数据 昨天我们曾经说过 这个Ebay啊 对不起 呃 Horapark一家公司可能在 这个汇率上就要输掉 呃 10亿美金 对不起 应该是310亿美金的net income 在310亿美金的income当中呢 只有五家公司 GLED GILD Emergen Share Biogen Seligen 呃 这五家公司 整个收入超过10个亿美金 所以是非常少的 大家讲 刚才我讲过 Horapark 是呃 他在利率的 就是说亏损当中 一 就是 一家公司就可以亏掉10个亿 而这五家公司 他的净利润才刚刚达到10个亿 然后这五家公司呢 代表83%的整个的 纳斯达克生化股的 83%的 盈利呢 来自于12%的公司 这是我们讲的20法则 20法则 下面呢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Biotech的一个PE ratio 各方面PE ratio 大概一代到10.6000亿 整个的净利润是达到210亿 只有五家公司呢 百分之大部分80%的利润只集中在五家公司上面 所以大家要非常小心 整个的Biotech可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向下的调整 而什么时候调整 什么时候再进场 啊 我们拭目以待 那最后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苹果电脑在周五呢 有一个非常有趣 大概有800多万股呢 在最后10分钟的杂牌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呃 苹果高开以后呢 出现回调 然后最后五分钟出现杂牌 就是800多万股 到现在为止 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基金出货 可能是席权到期 所以呢 我今天呢 顺便提出一下 好 好的 那么我希望呢 下周的节目呢 我们会逐渐逐渐会更多的focus在 呃 在一些业绩啊 或者说在 呃 我想就是怎么去吹零啊 那么我们来 呃 跟大家更多的来探讨 真正的在交易当中 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好 感谢大家的呃 收看 呃 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就会订阅